剛剛像這個外面表單記得是這個Caption 把這個改一下 Back color改一下 那再來的話裡面的字 記得這個是Caption 然後字的顏色就是Fore color 字的大小是Fore font 比較不好找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點一下 有時候可能 假如你找不到這個按鈕的話 也跳不出來 我這邊是設為16 那我是建議啦 你如果要快一點的話 你就是按Ctrl鍵拖拉 這樣的話呢很快就可以複製 尤其你的那個選項特別多的時候 那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很快就可以拖拉出來 當然有一種情況是什麼 可能Y7扭8的 也許這樣有沒有 不整齊對不對 那怎麼讓它整齊 其實也蠻簡單的 你 用選取的方式 那你會發現喔 先選到的 就是白色的 端點 底下都黑色的端點 那也就是它的主控向 意思是它是排頭啦 排頭為準有沒有 向右看齊的話 就格式裡面 向右看齊 那應該是什麼 它應該是 對齊有沒有 然後呢 主控向就白色那一個 然後它靠左還靠右 反正這個你可以自己選嘛 是要中間呢 中間還是以 右邊還是以左邊 那我們也是以左邊 左圓 點一下 全部左圓 它就靠這個左圓 全部這條線 有沒有 然後如果 間距假如有的 寬 有的比較窄 那你可以在格式裡面找到什麼 這應該是垂直吧 垂直間距 可以怎麼樣 設為相等 有沒有 它就間距相等 不過它已經已經間距很相等了 假設導我故意 這樣調這樣 OK不僵等的 然後格式 垂直間距相等 有沒有 馬上就恢復正常 OK所以其實這個功能 可以讓你表單弄得很漂亮 我是覺得不會花太多 力氣 但是成效我覺得 還蠻好的 以前可能要找專門的軟體公司設計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它提供功能已經相當的完善了 那其他還有這個字 這個可能還是要把那個phone color調一下 預示好像是9號字 填資料我發現 會太小 我是建議14甚至16 OK會看起來比較OK 好那如果說呢這個部分已經都 設計好之後的話 執行它 但問題來了以後怎麼執行 你總不能可能說 請那個什麼 使用者自己 開啟 什麼呢 開發人員 然後Visobase 自己在這邊 把它打開 不可能吧 所以呢通常我們是需要什麼 有一個按鈕 旁邊這邊可能需要一個 叫做啟用錶單好了 按下它 把錶單叫出來 那我要怎麼把它啟動起來 首先的話呢如果要做個按鈕的話 按鈕還記得怎麼做吧 我們通常會在哪裡呢 模組裡面有沒有 寫一個什麼呢 如果按鈕一個按鈕就對一個sub 有沒有 然後名稱叫什麼 叫啟用錶單好了 啟動錶單 有沒有 一個按鈕 就是一個sub Enter 那這個 這個 啟動錶單的sub 裡面要寫什麼 把它 秀出來 所以要把它 它是一個物件 所以呢 它叫什麼 它叫 UserFoneE 所以你就打 那個上面的名稱 User Fone 大小寫先不要管它 全部打小寫好了 點喔 如果你字沒拼錯的話 點下去 它的清單會出來 那你會找到一個方法 叫show show的話 就是把那個表單方法 show在畫面上 這樣就OK了 那以後怎麼啟動它 只要有一個sub 對不對 就可以增加一個 按鈕 所以把這個拿來 複製好了 貼到底下 拿這個來改 改成什麼呢 按右鍵 指定聚集 有沒有啟動 有啟動表單 把這個啟動表單 複製一下 再把這個名稱 改成叫啟動表單 其實裡面就一行程式 叫做 UserFoneE 點show 試一下 點一下 它就出來了 有沒有 其實 倒也沒有 很麻煩 如果你要關的話 其實這邊有個叉叉嘛 自己這樣關總會吧 你就不用額外再寫功了 關閉 關閉的話 UserFoneE 點 Hide Hide Hide的話 就是把它關閉 那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如果你要啟動它的話 當然你可以寫個按鈕 可是 就我同學問說 老師 可是每一次呢 都要按一下 這樣有點麻煩 可不可以 就是 當我怎麼樣 當我那個 一打開 Excel的時候 它就自動把這個表單 呼叫起來 直接就 秀在最上面 讓它呢 沒有什麼理由 說不實用 每次都找一堆 有的人就是 不想用 然後它就會找理由 反正你就讓它沒有理由 你看這麼方便 打開就有了嘛 你關掉沒關係呀 你關掉如果找不到按鈕 你再重開 比較好了 也是個方法 OK 所以如果要讓它 當 這個 工作部有沒有 這個叫工作部 啟動的時候呢 就 順便幫我把 表單給啟動起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這邊就 其實這個 剛剛的敘述 其實呢 在 VBA裡面 其實就是 物件之間的 那個 關聯性 所以第一個 這個工作部 其實你會發現 在我們的 VBA裡面的那個什麼 專案管理員裡面 其實就會有一個叫什麼 這個工作部 的一個物件 預設就有了 就這樣 Let's workbook 就是這個工作部嘛 那這個工作部的話 特別注意喔 它是一個 什麼所謂的 物件 的事件驅動 就是當這個物件 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執行 哪一段程式 所以喔 我們可以把它點兩下 那你會發現喔 點開來之後的話 第一個喔 點這個開來之後 請你先看一下 這個物件 它的 這個什麼 事件都會在這上面出現喔 那我們來點一下 一般的部分 點下去 它會讓你出現說 這個工作部 有沒有 這個工作 先選 有點像主持喔 主持就是這個工作部 然後呢 後面是 發生什麼事情 那當它怎麼樣 你會不會一堆啦 不過其實你只要找到open就可以了 意思是喔 當這個工作部呢 被打開的時候 OK有沒有 所以 主持 有點像 那個物件 它被觸發一個事件 叫open 那其他的這個相關事件 其實太多了 基本上你先暫時不知道 沒關係 有沒有 像這邊還有什麼 你可以可能看得懂的應該是什麼 當它產生一個新的圖表的時候 或者當它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的時候 就會觸發這個事件 那你可以把你要做的事情 寫在那裡面也OK喔 這就是事件驅動 那我們主要是當它打開的時候有沒有 做什麼呢 就是 順便幫我把那個表單啟動 那個表單叫什麼 我剛剛有講嘛 就是user form 所以你就打 陳詞叫user form 1 點什麼 點show就可以了 那你就把陳詞寫在這裡 好 這個時候的話 把它關起來 存檔不是從裡面存 主要是從外面存 你如果把它關起來之後 如果儲存有沒有 你再把它 重新啟動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它會怎麼樣 它會就直接把表單打開起來 OK喔 我們把它關 我看一下 這個是放在 這裡面好了 OK這一個 把它關起來 重新開起來 那一樣喔 它會跳出那個是不是啟動內容 一定要 有沒有 啟動表單 OK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兩個部分 一個是 這個 按鈕 按下它 OK喔 然後 這邊的 這個是從那個什麼 模組裡面新增喔 最下面這個 啟動表單 另外一個是 List Wordbook 當Wordbook 被open的時候 寫這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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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